算起來你最早最早 自己有意識的去作曲 寫一首流行歌是哪一首歌 應該就是那首叫歌的那首歌 就是那首叫做歌的歌 而且最早只有旋律沒有歌詞 對 他其實一早開始 這個歌其實有一個 還不錯的一個 我們講前奏 前奏 對 那是需要練 那時候吉他的功力還不太好 那是否你想找回家鄉 春天你在開花 秋天你就卸了 那是否你想找回家鄉 春天你在開花 秋天你就卸了 這個歌它有一個 1970幾年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把吉他 對 它其實就是 Dora,reso,Dora,reso 這種裏面 所以 也可以 Dora,reso是那時候年輕人說 有一把吉他 你一定會有的 Dora,reso,Dora,reso 寫出來 那他稍微把Dora,reso 稍微轉了一個彎 就變成 Dora, Mi,reso 就變成這樣一個歌 在宿舍裡面摸摸摸摸 那時候你在念中國醫藥學院 對 大學二年級 大學二年級 那時候幾歲 二十歲 十九歲,二十歲 1974年 二十歲 那時候你寫出這個歌 而且剛才聽您唱的那個歌詞 跟後來我們熟悉的版本不一樣 不一樣 在1974年那時候 搞合唱的那個王振華 他當了閃亮日子電影的副導演 然後打個電話給我 欸大學 那個導演劉一彬想找人 我跟他介紹你 但是不見得用 也不見得不用 對不對 這歌 看你寫一寫 你試試看 劇本是這樣 那我就翻翻翻 劇本到最後劉文正 對不起 劉文正死掉的時候 張愛佳他家墳墓 唱了一首歌 我想這個歌 好像 好像要寫一首 它是十六世紀的一個 Christina 一個英國的女詩人 在Christina寫的詩 放到電影裡面去 我想要寫一首這樣的歌 我就想到大學二年級 那個我覺得旋律不錯 前奏也不錯 但是那個歌詞 我覺得很爛的一首歌 我就把它一對上來 正好對上去 所以那就是我們後來熟悉的版本 就是徐志摩翻譯了這位 英國女詩人的詩作 對 然後很巧合的 剛好跟您寫的這個旋律 安放進去 對 剛剛好 對 英文叫做fit at a glove 對 就是這樣它就work的 是是是 後來我給李文正 讚讚驚驚的 三個月後我拿歌曲給李文斌聽 然後他聽了閃亮日子 嗯 面露不置可否的樣子 我第二首歌就放這首歌給他聽 他一聽完他 嗯 比我想像中還好 哈哈哈哈 我一天這樣講那樣的話有沒有 不敢笑出來 我記得我嘴巴還一直咬住嘴唇 大概有個公說 那時候應該做夢也不會想到 就這樣一腳踏進了音樂這個行業 他後來居然變成你一生的志業 其實閃亮日子這個電影 當初的票房並不是太好 喔 兩天就嚇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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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閃亮的日子還有歌 這兩首歌大家都記得了 這樣 好 兩天就嚇騙了 好 兩天就嚇騙了 我呢 你愛不想你 我呢 也不想你 也許 也許我還記得你 我也許 也許把你忘記 我再任不到 第一面的情ï 却不到遇到的潜秘 我再听不到夜音的歌后 在恨音里清楚被听 在悠久的魂牧中迷茫 难过不生气也不笑意 我也许也是我还记得你 我也许把你忘记